现在的图书馆能提供许多信息 但你又是否知道 他们在帮你明白一个议题之前 会经历些什么过程呢 让我和你们讲讲他们有趣的经历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对一些事物还未有一个有系统的认识 然后有一个好奇博士 用他的研究技巧去发掘一些 有关他自己研究主题的资料 尽管不断失败 他都一直坚持下去 最后积累了一大堆原始资料 然后将他们带回办公室 将他们整理一下 并尝试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分类 他和他的同事一起利用这些新资料 做成第一样成品 就是统计报告 它包含无数的数字 文字 图表或者其他合适的方式 通过文字 数字 或其他合适的方式 去抽象地呈现一种现象 而不是直接向你表明他们的深层意思 然后 好奇博士的同事 会在其中拿一些资料和图表出来 并开始从中解读一些意思和含义 他们会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 在资料中发现一些重要的含义和初步的解释 然后出版一本十分详尽的研究报告 这个出于好奇心的研究还未结束 研究员和他几位同事会在这份研究报告中选择某些重要的发现 然后利用资料和证据去支持他们的看法和论点 再出版一份期刊论文 去跟其他好奇的研究员分享他的发现 之后相关学科的人深入讨论这个发现 将整个讨论推上另一个层次 但是这整个过程都是不容易的 因为每一篇论文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同行审查过程 尽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同的研究员依然会不停地提出问题评论和批评 在地球的另一面 一位相关学科的专业人士看过好奇博士的研究报告 并发现那些内容与他的行业相关 于是他就那份研究报告写了一份评论 再出版在相关的行业记刊中给其他专业人士看 同时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有一位教授 他经常留意学科内的一些新论点 主意 理论 发现和有关的研究 然后几百家之大成出版一本厚厚的书 书中提供一些非常深入的分析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这一本书会出现在图书馆里 也会以电子书的形式在网上出现 然后得到媒体的注意和报纸的报道 再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取得广大的反响 例如微博和微信 之后又有另一位好奇的研究员找到这本书 他看完后有了更多的疑问 然后这个过程又一次重新开始了 感谢观看 这个过程又是手玩的 结设欧 1个人 很高兴 20 5小胃 3 2 2 感谢观看